哈嘍大家好,我們今天又來玩英雄之路啦 那你們看到這個畫面齁,這遊戲最近剛出了一個活動 由於之前有一個卡池,他非常不好搞 都要用消費,你免費的話都不能獲得角色 依序是兩週年過後,他出了一個 波羅斯,最新版本的,還有一個吹雪 那這一次又出了一個金犬霞,這些都是有一點點影響平衡 所以呢,你們看到當前這個畫面,他是一個拉霸系統 你就給他拉拉拉,拉久了可以用點數來換獎勵 這些獎勵可以換到最新卡池的一個抽卡券 大概換一換,總共最多就是換25張吧 但是那個抽卡券的概率還是很低,我們拉霸好像拉了幾個小時 這個片段就不放上來囉,我們馬上到卡池 發面中,這個當期主角金犬霞,概率多了0.6% 總共是1.8% 我們目前第一波拉霸拉了13個代幣,我們用單抽 1.8%你相當於至少要抽50幾抽,才有可能獲得一隻 這個是蠻吃運氣的啊,美版的就是這個英雄之路 他的系統呢,抽卡我認為是沒有毛病的,就概率是真實的 只是說真的是不好抽,1%多的機率 你抽不到你就要去買這個代幣了 最主要的關鍵是這個角色太強 這個卡池只有三隻角色,就是近期才出的 他太強了,那你要把一隻角色,把它升滿,你要花很多錢喔 那錢是要花到幾萬塊錢代幣喔 好,那我們先抽,還有三次 看起來今天好像是沒希望啦,最後兩次有沒有金犬霞啊 還有最後一次 沒有的話我們就 只能繼續拉吧 右下角有一個30次30,那是你的次數 那你上面呢,這個在轉的,有的時候可以轉到剛好是增加次數的 這是其中獲得次數的方法之一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在剛剛 等一下給你們看另外一個畫面 這邊先轉一下 你有連線起來了,喔這個就是增加次數 等一下我們會到另外一個地方給大家看哪裡還可以獲得喇叭的次數 右上角有一個Power Power會增加 還有一個是經驗值 經驗值如果你增加了,取得道具也會變多 整體而言呢,這個拉霸系統 就是回饋給玩家他們的抱怨 因為玩家對這個卡池意見非常多 很多人退坑了 好嘞 那這邊我們轉到這邊就好啦 我們又湊了12枚代幣 25個都換完啊 沒有辦法再換了 你不夠你就想辦法去消費了 其他地方幾乎很難拿到更多 頂多給你拿到0閃的一個 喔,了不得這樣子 還有10個 這邊我們從來沒有使用過10連抽啊 因為以前我在這個系統呢 單抽我有抽出過角色 也不大喜歡10連抽 10連抽你看 我們剛剛只有12個 你等於只有一次機會 那你沒有抽到的那就是兩個了 像這種數量你不夠 我都是喜歡玩遊戲都是單抽 還有 最後 4抽 最後 3抽 哇 這個驚犬蝦還真是難取得啊 同時 這隻驚犬蝦本身有閃避的功能 他等於是又牢牢的幾乎又把 前面的吹雪啊 跟那個普洛斯最新的版本 都給打趴了 好 我們出去一下再回來 老樣子 還有最後一次 剛剛有提到 你要玩拉霸 拉霸卷不夠怎麼辦 在這個地方 這裡打 有沒有看有個拉霸卷的圖案 這個就是拉霸卷的圖案 藍色的 那你要行走過去 又可以增加拉霸的次數 再重新作戰 我大概 總共拉了 應該也少說有個四百次五百次吧 片段沒有重新放上來啊 我的人物現在上面寫一萬五的戰力有沒有 後來我已經達到六十幾萬戰力啦 這裡就拼命的走 有直接扣二分之一的 有直接扣了一些的 這次打拉霸卷 好嘞 那我們把這邊弄完 走到底的魔王是弟弟王 捷若斯 把弟弟王給消滅了 好了之後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大神的 新版驚犬俠 他來了有沒有看到 身上穿了一個衣服 這個就是新版的驚犬俠啦 很可惜我們沒有抽到 本來想說抽到了 我們就用自己的 驚犬俠拍就好了 沒有我們就只能到PK場了 前面那一隻也是新版的殭屍俠 大概是一個月前出的 假面出的時間也比較長 後面還有一隻捷若斯 還有一版新款的龍卷 旁邊掛了一個史萊姆 以前有跟大家介紹 在英雄之路呢 梅爾薩加德在初期是相當的好用 他的再生 包括這個金屬球棒 他可以幫你扛了很多傷害 還有黑光 這個都是讓你防禦性能增加的 攻擊角色 傑諾斯第一個版本的 又或者是 因素索尼克 他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個就是傑諾斯 每版的傑諾斯總共好像出了三隻 三隻嗎還是四隻 四隻 出了很多隻 有的時候他還會搭配活動 聖誕節也有聖誕節的角色 包括童地聖誕吹雪 三節棍弟弟 好像這種角色什麼都是 不是他強不強的問題 他一個新款角色就是一個新的技能 他不止皮膚改變了 好 那這一次又絕了齁 你看後面有一個新版的波羅斯 這一場警犬霞 要直接把新版的波羅斯一擊必殺 可以說是一擊必殺 決定開下去 很高額的傷害啊 那個打到噴出來 後面又補了一下普攻 前面目前的警犬霞被沉沒 大招還沒辦法放出來 右邊有一隻傑諾斯 左邊又有一隻傑諾斯 兩個不一樣 這個是用腳踢的 剛剛那隻又是另外一個傑諾斯 還有在更前面還有一隻傑諾斯 總共應該是四隻傑諾斯 龍卷也好多隻喔 龍卷有一個是類似雪花的 像我剛剛講的吧 雪花龍卷應該是聖誕那個反粉的 還有第一個階段的反粉 這段階段的龍卷是當前最強的版本 閃光波羅拉球 特效做得非常帥 不過這一次打在龍卷上面傷害明顯不足 好了精犬霞要來囉 波打王他直接給他咬下去 咬完再一擊普攻 兩下就直接給他補走了 更可怕的是我剛剛先前提到的 他本身還有一個閃避功能 精犬霞 這閃避很絕情還有免疫 豬神去吃他還吃不到 等下放給你們看一下喔 龍卷又來了 閃光波羅修 這邊龍卷收尾 完了之後傑諾斯 到了下一場 豬神要來吃了 撲空了有沒有 上面有一個英文字 完全要閃掉了 還是傑諾斯 到這一場呢 最後還有一個我們最喜歡的甲蟲 這個甲蟲我還是很喜歡 好可愛 吃不到 吃不到了 豬神竟然吃不下東西 來囉 甲蟲 音樂版本的甲蟲 這隻真的是可愛 好啦 我們明天再見了 我是狂人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大家掰掰 掰掰